我就是讲补充之前 我没有做到的那一部分 然后就是也是做图片的 图片的那个 Jason的资料去做修改 然后主要课程是在188到193 然后因为前人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所以就是 我这边补充的内容就是 大家如果很想要知道的话 我们就去看Chris兄的教学 Chris兄那个感觉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笔记在这边 然后因为上一个礼拜好像 两位有讨论一些做法 所以我把感觉会有问题的部分 解下来做补充 然后还有把影片放在这里 好 就是让大家就是 我也为他前面在教什么 那我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本来想要用那个 Google Collab 去做JS4的那个 的练习 但是我在install的时候 也有遇到一些问题 但我还没有空去Google它 所以我就暂时还没有把它 全部做出来 然后所以今天主要会是以就是 针对要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老师教学的目的 然后大概有什么方向的 逻辑思考的方向去做 程式的撰写的概念去走 那目前的话 我的范围主要会有 就是让照片变亮 然后调整 所选的颜色 所选的照片的颜色 去做色阶的调整 然后还有复片 然后再来是变成回接 然后还有复制 然后还有 Picture Technique 好像是选去色彩 然后再来是 就是照片的边缘的侦测 然后再来是去背 好 那 Brighter的话就是 其实他就是要把图片变亮 那他图片变亮的概念就是 我们把RGB三个值都放大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会知道 我们RGB 每一个Pixel里面 我们的RGB 总共会有0到20 225 就225的数字 然后透过这三个不同的数值 组成一个颜色 那 如果RGB都是000的话 会是黑色 如果RGB全部都是225的话 诶255吧 255的话 就会是白色 好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图片调亮的话 我们就要把那个 Pixel里面的RGB 全部都往白色的方向走 也就是数值要变大 那在老师的教训里面 Python的部分 主要就是他去截取 那老师主要是用Json去写 那 我会再补充在上面 这样大家才不会误会 那老师教学的部分的话 他在Python的Core里面 他就是写 那个取得像素的 照片的像素 然后 R是取得颜色是什么 然后 G取得的Pixel是多少的数值 B取得的Pixel的数值是多少 然后 给他一个新的 New Color 然后去做一个新的 那个 RGB的数值的增减 然后去把它 丢回去原来的照片里面 那 接下来下面这一段 就会是Json的写法 所以他会去读取照片 然后 这个照片会去走一个 就是Python写好的 没有 这是把照片 选出来 然后 Writer他就会去执行 这个Python写的Core 然后再 显示这个照片 那显示的结果就会得到老师 现在 在影片里面教学的内容 好 那这是Bright的部分 那 颜色调整的部分的话 就是 依据想要调整的部分 去做数值的变化 那老师的范例是将 整张图片都变 偏红 所以他就会把蓝色跟绿色的数值下降 那红色数值就会相对的比较高 他就会偏红 所以一样他 去取得 老师在里面有写取得照片 然后一样去取得G跟B的数值 然后再重新去定义 这个照片这个点的 B是多少数值 G是多少数值 好 那他就是把原来的颜色 去做一个百分比的调降 那可以看到刚刚我们 把照片变量化 就是把原来的颜色 做百分比的增加 所以他就是乘上1.3 然后这边的范例是乘上0.7 他就是R B跟G都下降 那 下面就是 Jason的写法 就是固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老师的结果 就是这个 好 那接下来是做负片 负片的话 其实就是把量的 转成暗的 然后把暗的转成亮的 那新的设计的话会去 用255 25就是那个RGB最高的数值 是255 0到25 所以255减掉旧的设计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 就是刚好是对比设的概念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去取得 照片的RGB的数值 然后去做一个新的数值 就是255去减掉旧色阶的R 然后25减掉旧色阶的G 跟25减掉旧色阶的B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看到它 就是原本量的地方变成暗的 暗的变成亮的 好 然后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那接下来是灰阶 我就把它改成灰阶好了 灰阶好像比较好看 好听 那灰阶的话它其实就是 把彩色的图片换成 黑白相间的颜色 那黑色的话 刚刚有提到RGB的黑色是0 对R分别RGB分别是0比0比0 那白色的话是25比25比25 那灰阶的话其实就是借在中间 那它就会是R等于G等于B 等于某一个我们设定的数值 那它不会是偏向任何一个色调 因为RGB都相等 那像前面我们如果要让它变成是 偏红的话我们就会 红色会比较大于G跟B嘛 那灰阶的话它其实就是色调相等的话 它就不会偏向任何的色调 所以要决定X的数值是多少 来让我们的彩色变成是灰阶 那在这边老师的逻辑是用R加G加B 除以3会等于X 这是它给的一个定义 那当然我觉得只要是你们认为 合理的定义其实都可以写进来 只要它不要是偏向任何一个颜色 只要确定R等于G等于B就可以了 好 那在老师的写法里面 它就是一样去取得图片里面的 红色绿色跟蓝色的数值 加总之后除以3 然后再变成新的图片的RGB的数值 那它读出来的话 就会变成是现在你看到的熊猫的图片 那就是个灰阶的颜色 它不偏向红也不偏向绿也不偏向蓝 好 那接下来是复制上半部 对 复制图片 那它就是复制一半 有两种复制方式 一种就是复制上半部 它旋转之后180度贴回来 另外一种是 另外一种是复制上半部 然后直接贴到下半部 那这个是最后结果的图片 给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样 这样就是直接复制 然后这边就是复制之后旋转 那复制旋转的话就要 讲一下逻辑的概念 就是 因为照片的披手是这样子排列顺序的 所以它是 一行一行 然后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格子 然后一路这样子排到最后一行 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要把它旋转的话 我们就会去取我们的第一格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对应的相对位置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老师举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只有零到六 那零到六的话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相对应的位置 就会是取 就要看那要怎么取 那假设我们第一格是 第一格是index 最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lens的list 就是它最长的数量 那它其实就会是7 那最后一个就会是 lens数量减1 那减1的原因是要扣掉第一格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中间有几格 然后 第二格的 如果我们跳到第二格的时候 它就会加1 那我们这里 就会同时做减1的动作 所以倒数第二格的话 它就会是一起做减 一加的话就会一减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会用一个叫做index去代替 决定我们现在选的是多少 那假设我们现在是选0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是 lens的list减1 那也就是我们lens是7嘛 1 2 3 4 5 6 7 7减1就会是6 所以在这边就会得到6这个数字 然后它们就是一组的 那一样就是假设我换到1的时候 它也就会是lens减1再减1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是1的时候 这边就会得到是5 所以它就是这样一组一组 好 那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现在选到的图片 用配对的方式 让它直接贴回去 贴回去它应该要去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到这一格 然后它对到相对应的位置 它就会贴在这 那这样子贴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做一个180度翻转的概念 所以我们选这一格的时候 它就会贴在这 我们选这一格的时候 它就会贴在这 好 那在老师的做法里面 他就是会去取这个照片 那他会去 fold的那个回圈 那fold的回圈 他会去读到哪 因为他要取照片的一半嘛 所以他现在回圈会从这边一路读到这里 是他的一半 那这一半怎么来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 就会是这里 假设你们要把这个正方体 拉成一条线来看的话 他到这边的位置 他的一半就是这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 lens的pixel除以2 就是他一半的位置 所以他会一路从这里读到这 那他读之后 他会取 pixel i 就是第一格的位置 他取到第一格位置之后 他会取这个位置的color 是什么颜色 然后取了这个位置的color之后 他就会去取 他要贴去的地方是哪里 最后他就会去设定 他要贴的那个位置 他的pixel要去 就会是他第一格的位置 所以贴上去的时候 第二格 这个是取位置的部分 我之后在旁边会再注记一下 取位置的部分 然后他再把颜色贴上去 所以当他取到这一格的颜色的时候 他就会贴到最后一格的颜色上 好 那最后他还有做读取的功能 存取图片的做功能 那就是写right picture to to哪里 然后就是把刚刚 取到的这个pixel 把它存在 我们的 档案 我们的地端的档案里面 然后给他一个档案的秘密 然后点png 那要怎么知道 这个地端的位置 在json里面 他就会去 下一个当下的位置 然后这里会 他就会得到一个位置的示意图 然后因为我没有 我也没有载json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看 然后存起来之后 他就会存成这个样子 然后一样我们在 json去执行他 把copy half的部分做完 执行起来 那执行之后 他就会自动存在这个一模一样的档名 在你的地端电脑里面 然后这是老师示意的那个图片 好 那再来就是复制上半部 直接贴到下半部 那其实概念就是 他复制的 呃那个 我我现在遇到的 我现在遇到的 负责的第一个点 我要贴到下半部的第一个点 所以其实就是 位置会是 这个位置 然后取 这个一半加一嘛 所以他就会是得到一个 位置的部分就会是index 然后再来是lens的一半 然后再加上index 因为我这边加 一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会加一个位置 我这边加两个点的时候 他就会加两个点 好 那内容 内容没有差 就是只差在我们要 把执手贴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执手要贴上去的位置 那就是 i加lens除以2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呃如何 系统性的选取颜色 那 在这边 选取颜色的逻辑是 依据一个 两个 两个颜色的三维空间的点 去算他的距离 然后我们去选 选我们要 呃修改的颜色 那 呃我看一下哦 在json的 那个呃 在python的里面 他就有一个 distance的 函数 可以去计算这两个点 那 在这边的话 他其实 就是我们把两个颜色 想象成是 呃 两个颜色想象是三维空间的两个点 然后我们去取 他那个点去做 决策 那在这边老师的范例是 他会把白色的 白色的颜色 把它换成蓝色的颜色 所以 他 会先选取 某一个特定范围 诶 他就是有先去选取 他想要选择的这个范围 然后透过xpro的 产出的照片 可以在上面 点选的时候 知道x的位置在哪 所以老师先选取了 他想要的选取范围 然后知道这一个点 跟这个点的x 然后这个点 跟这个点的y 是多少之后 分别放进去 range里面 去做回圈 跟选取 那他把它放进去 位置就是x是 140到450之间 然后y是35到320之间 然后他就会去loop 每个点 照片里面的每个位置 然后去得到这个位置的 颜色 之后他去计算这个颜色 跟白色的接近程度是多少 也就是他去算 他选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得到的色结 是有没有小于200 如果小于200 代表他 跟白色 跟200的距离 跟白色的距离就是 很 很接近 那他就可以 把这个颜色 换成是蓝色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要选的是 黑色 换成别的颜色的话 我们在这边就要去调整 我们跟黑 我们这个点的位置的颜色 跟黑色的距离是多少 好 那接下来是边缘侦测的部分 那怎么样去做边缘侦测 其实 在教学里面 他们是透过亮度 是否有连续性 也就是说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的这一个点 我今天的这个点跟这个点 好 太小了 我今天的这个点跟这个点 我的色接有没有连续性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变成别的颜色 那这是边缘侦测的概念 所以在 在写程式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先取得 我们的照片之后 也是在每个位置上取得 它的设计是 它的RGB分别是多少 这是先取得坐标 然后接下来我们 因为要去做比较 我们每一个位置 都要跟我们右边那个位置 去做比较 每一个点都要去跟 右边的点做比较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要先确保 我们每个点都有比较的来源 所以我们 老师这边设定的一个就是 我们Source的 Y是高 我们Source的高要先减掉1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Y这个点 才可以跟Y加1 就去做比较 那Y加2 它就超 它就会大于Source 所以我们就不会是 不会到Y加2 所以我们在 比较的时候 会取Source-1 这样我Y加1 就会等于Source 就不会超过我们的照片 那X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在这样子的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比较 那怎么比较 这边的概念是 我们去把我们取到 这个位置的RGB 分别加起来 然后再去跟下一个格子里面 取到的位置 那下一个格子 就是我们的Source的位置 变成去 X加1跟Y加1 也就是我们Source的位置 本来是X跟Y 那下一个格子 就会是X加1跟Y加1 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位置的RGB加起来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Different的比较 也就是把SU2减掉SUN 得到一个绝对值 那这个绝对值如果越偏向 差异 就是这个绝对值如果越大 它就会得到一个数值偏向白色的位置 假设我今天这个绝对值是200 那我做出来的新的颜色 就会是200比200比200 那我RGB都是200的话 它就偏向白色 那假设这个绝对值比较小的话 比如说它们两个相差的颜色 很小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可能是15 15 15 那它就会接近黑色 那在每一个格子在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黑白黑白的这种画面 那很明显的就是白色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为那叫什么色阶差很多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子的边框 那一样有去做照片存取的动作 那老师还要补充Fuel Flutter 就是它会将我们这个 侦测出来的边框里面的这个黑色的部分 把它做剪下的动作 那因为逻辑比较复杂 所以老师并没有在影片里面教学 那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资讯 让大家可以去衍生学习这样子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去备合成的技术 那去备合成技术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去侦测每一个位置的Pixel 是否是去掉的颜色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把背景相同的位置 用另外一个我们想要取代的 合成的图片去做一个Pixel的复制 那假设现在要去的背是绿色 那我们就是要去确认 我们现在每一个位置的点是不是绿色 那在老师的教学里面 他做绿色判断的方式 是将红色加蓝色的数值小于绿色 他就认定这个Pixel是偏向 这个Pixel是绿色 因为如果是绿色色调的话 就会是绿色的数值会是最高的 所以红加蓝如果小于绿色的话 他就是偏向绿色的 他就应该是绿色的那个 要去掉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选取两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是我们要做去背图片 第二个图片是我们要合成背景的图片 那他一样会去做for looper 然后把渠道的我们要去背的图片先选出来 然后去读取每一个坐标 那在读取每个坐标的RGB之后 他会把确认我们是否取到位置是绿色 所以就把R加B做一个判断是是否小于G 就是我们加蓝是否等于小于绿 如果是的话就会执行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取到的 第二个背景的X跟Y的这个位置 就是对应到前面来源的位置 然后把它做一个 我们会再去选取这个位置的RGB的色调 然后再去把它贴回去原来我们这个PX的 那个照片里面的色结做RGB 就是我们选取了一模一样位置的第二张图片 然后得到它的图片PX的RGB色调 然后再贴回去原来的那个图片里面 那一样他会去做两次图片的选取 第一次图片的选取我们会命名叫Green Panda 这里面全部都是在Python底下 Json底下 然后他会去读到一个Green Panda的照片 然后在选取第二个图片我们命名叫Space 那一样可以去做Space的选取 跟概念式的就是逻辑思考的方式 那如果我之后有测出就是Colab比较好用的方式的话 我会在这一篇做补充这样子 那今天的分享 哦谢谢Chris兄 我是想说我有空的时候 我再继续把它就是找一下答案这样 所以我就没有纠结在错误讯息上 那我之后会再去看这篇谢谢 那今天的话就介绍到这边 然后是不是要 我想一下哦 就是因为因为因为现在其实是剩下 我怎么没有开画面 我看一下 其实也剩最后一个十座而已啦 个人理财网站 对啊 但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发现 最难的不是写程式 最难的是安装程式 你们现在还会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我就是照着 就是网路上那些资讯我都做了调整 可是我的电脑在读Python的时候 还是会去读Python2 就如果我是用CS CB就等下BS Code 我就用BS Code去写的时候 我都可以用Python3去做 没有错 可是但如果我要用那个终端机去执行的时候 我的终端机吃的都是Python2 所以他都吃不到我install的资料 我下面有贴一个那个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当Key啦 我是觉得你可以用那个Virtual EMV来做 那个在Mac也可以用 那他的好处是说 他的观念就不是在吃那种痊愈的环境 他不管系统就装什么 我是说你作业系统那边呢 你就是确保在外部的环境里面 只要装Virtual EMV就够了 然后你执行VS Code的时候 其实就是跑Virtual EMV 做一次给你看好了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好了 因为上次其实你们两位刚好都缺席 刚好只有那个旧友来 那我们就有两个就闲聊 那我就是有把一些 大概我知道比较好的方法 share给他啦 因为这样来 对 然后主要就是说 Sony那边你也可以用 如果你基本上只是想要练手Python的话 其实我蛮推荐你们用那个Sony 因为Sony它本身第一个 Library你可以装 那他这样可以跑 那他的介密有点像 那个Jayson那个 那个老师讲的那个Tool而已 很像他就是一个环境 那你可以直接在那边跑 当然不过前提 重点是Sony没有支援Mac环境 他只有支援Windows版的 那所以你如果是用 Windows版也好 或是Mac版也好 我是比较建议你用Virtual EMV 好 对 我秀一次给你们看 好啊 我是想说我干脆全部都卸载 然后再全部重装 认真好好的装 因为我上一次 之前一次先装过Python2 然后我后来这一次上课之后 我有把Python2先卸掉 再重装Python3 你们等我一下 我找一篇那个 我觉得还蛮棒的文章 其实我后来是照他那篇文章 然后去做 然后我后来就不再有遇到这一类那种环境的问题 是不是你上次贴在那个 那个呢 也许有曾经贴过 但是我真的忘了 有啊你有贴过 我也有看那一篇啊 然后我也真的都做 然后我每次在按那个Python的位置的时候 他都还是先Python了 这一篇应该不会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应该 这一篇应该比较 我不知道我没有贴过 但是我印象是 比较好的 我问一下 我找一下 我贴在这里给你们看 这一篇 这一篇我觉得你们可以收藏一下 好 这一篇还蛮不错 我投影给你们讲一下 好啊 现在在哪里 你就这边好 你就用E好 你有看到这一篇吗 我现在是在这一篇上面 对 那这一篇的环境里面 它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先 其实 它就是你先用PIP3 这个你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安装的指定码 你用PIP或PIP3期都一样 都可以 然后它就是 然后大于的符号 是一个指向符号 就是通常在share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 转向输出的意思 那就是我们执行PIP freeze 它会 它这个指定会做什么 它这个指定会把你目前 你作业系统环境 你记得这个要在 你作业系统环境底下 的那个share里面底下做 操作 那你执行这个的话 它会把你目前 这个作业系统环境里面的 Python里面的Library 全部列出来 然后列到哪里 它列到 它把它输出到 requirement.txt 然后呢 它是叫你做一件事情 你把它卸载掉 卸载掉 这样你就不太会 去跟你 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不会跟你的环境 有一些干扰 然后这个还不是 还没有完 然后你的外部的环境 你只要做一个什么 你只要安装一个 Virtual EMV就够了 跟Virtual Riper这两个 其实主要是Virtual EMV 我觉得 在终端机下就可以了嘛 对终端机下 终端机下你执行Python 你只要侦测的到Python 你输入Python 它应该会显示 你目前那个作业系统 Python的版本 对 那如果你确定有 那它表示PIP应该也在 那PIP也在的话 你就是照上面那个部分执行 然后你就是照它的方式装一遍 那装一遍完之后 你就会有Virtual EMV 然后你使用的时候是怎么做 你就是到你的 你终端机对不对 你就是到你现在比如说要开启的VS Code的资料夹下面 你就可以用一个执行一个指令叫Virtual EMV 然后你控一格输入你的那个环境的虚拟环境的名称 比如说EMV 通常比较常见就是Virtual EMV EMV 然后它就你就会 它就会帮你从那个你的作业系统的环境里面 复制一个干净的 只有纯粹Python的环境进来 然后在里面底下操作 所以你的Library只会装在这边 也不会污染外面其他的 也不会越装越多 这篇我还蛮推荐你们详细的看 然后实际上做我刚刚这样讲 很抽象对不对 然后我们秀一次给你看 秀一次给你看我怎么用 等一下我可以先问一下 你刚刚最上面那个卸载那一段 你说我要在哪个位置上执行比较好 你就是在你的那个 像比比方说你现在看得到我这个 我这个 我现在在一个share上面 对不对 你的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东西 然后你输入Python 应该他会告诉你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 我记得按Ctrl-C Ctrl-Z Ctrl-Z吧 跳出来 对 然后你这边 其实你 我们这边只是要确认说 我的作业系统外部的环境是不是在 然后我就可以去执行PIP 有没有 你看我这边其实之前就有做过了 那你资金Freeze 他是告诉你什么 你看他告诉你 你现在目前里面我有装什么 那为什么我还留这么多 其实我没有 我其实是卸载掉 我只装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Jupiter Notebook Jupiter Notebook的话 我就可以在外部去开Jupiter Notebook 去把一些像档案做一些Markdown处理 然后还有留Virtual EMV 你看我有装Virtual EMV 所以其实你就是在外部的环境去装 对你就是这样子去装 然后完了你就是去卸载 有没有我下面有一个这个 其实不用歪啦 Y是输入错误的 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印象是这样子就好 然后Requirement他就会照你 我忘记是不是要付Y 反正你看刚刚那一篇 他其实里面有写 你是卸载完 然后卸载完之后 你再去装 装你相关的 相关的环境就好了 你看我其实 大概一般来讲 我就是装 那个Jupiter Notebook 对Jupiter Notebook Jupiter 我记得好像是Jupiter跟Notebook吧 这是两个不同的 的样子 然后还有Virture EMV 然后像比如说 我现在我示范一下 我给你 然后你在这边装完 移除完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怎么 比方说我现在 开一个 我就开一个完全新的资料夹 让你知道怎么样的操作 比方说我现在 你应该也会类似啦 我想现在虽然Windows 可是你应该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就是很单纯 先建一个资料夹 比如说我建一个test 对不对 然后可以到这个test底下 因为我自己有装一些那种 所以我还蛮方便的 我基本上我这样就已经可以跑到 我那个资料夹下面 在terminal我可以直接切到资料夹下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Virture EMV 现在没有画面 现在没画面吗 对对对 没画面 要选一下那个分享的画面 我刚刚是选环境 为什么他老是会跑掉 我是选荧幕 他这样子还会跑掉 我看看 我现在就 你们随时有画面的问题 随时跟我讲 看一下 对啊 现在这样OK吧 现在有 现在有了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是到那个test的资料夹下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建一个虚拟环境出来 就是Python的执行环境 执行虚拟环境出来 对不对 他就会帮你帮我create了 在资料夹里 对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 他做了什么动作 其实他在里面就是建一个EMV的资料夹 然后 你看我们直接跳进去 然后 一层一层看 他其实就是有script Library就是我们一般 Python那个Library 我在这 难道是在script下面 他在这边有没有 你看他 他其实在这里 那事实上 我们其实一般来执行的话 其实很单纯 你就不用去管他 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个怎么动作 你看就这样就好了 他active就是开启 然后还有一个deactive就是关闭 然后你进入active的话 他就会进到一个虚拟环境里面去了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 你再去开你这个资料夹进去 他就会直接进去吧 我会忘记 你就变成空吗 还是 他现在EMV就已经在那个里面了 你现在如果装任何的环境 他都会只装在这个下面 我可以试给你看 JES4Pi 因为我这个可能没有很新 他要叫我新更新 用PAP就够 这个就 不行 这个是要先装他 里面讲的那个simple audio simple audio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个他建议要先装之后 就可以再回来装那个JES4Pi 他现在检查就缺了那个 我看他检查 Due to OS error 你说他这个东西是吧 对我之前是也是遇到缺者 没有没有没有 把他补上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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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这样 我跟你讲是为什么 因为他写入东西要权限 所以你不可以给他一般权限 你要给他那个怎么讲 系统管理者的权限 对我遇到过 我突然一直有点空白忘记 你看我们刚不是有试过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装 直接装就好了 install JES4Pi 你看 这是权限的问题 不是跟那个没有关 不要被他的文字呼隆 你就记得你要用 这边刚好 反正错误示范 有试过示范的好处 你就是要用那个 系统执行 系统管理者权限 因为我不知道 Mac的话 他是怎么去弄 然后你可以去试试看 万一你遇到类似这样子的 一个错误讯息 什么permissiondeny 其实他已经有暗示 你就是为什么permissiondeny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要写入档案到一个资料夹下 我没有写入的权限 然后你看你要怎么去开启 像我这边 我是把它切到一个 系统管理者权限 然后再去操作它 就没问题 就是你再去开share就可以 然后我完了 我记得 他是code的点 是不是就进去了 是不是就开启 有有有开启 对 code 没错没错 他就进来了 你们现在看不到 看得到画面吗 VS code 看不到 可以可以 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他其实就已经进来了 有没有 然后你到时候设定的时候 你就是比方说 我们随便先给他一个test.py 对不对 然后他 他其实你看 他就已经吃到你 那个虚拟环境的那个 就算万一没有的话 你可以到这边来去找 就会找得到 他预设就会吃那个 然后这样的话 他就很干净 就不会有 不会遇到 那种好像 我Python的版本 什么样的影响的问题 嗯 这上他其实 我后面我再贴到discord 你们也许有时间再去注意一下 这上我 之前前一阵子 刚没有多久 我还学了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蛮棒的一个技术 就是 那个vscord还可以搭配那个 Docker 你可以安装Docker Docker的话 他可以 任意 我们可以任意把一个 Python版本的整个image 抓下来之后 他就会帮你建一个Docker的一个 有点像 一个虚拟的空间 你在那个虚拟的空间就直接 照那个Python的版本去做 那就算你外面Python是 不是相同的版本 但是你要操作的程式 也许你是Python2啊 或是什么 那你只要去 相对去找那个相对的 那个Docker的环境 然后去开启 一样像这样的方式 去开启一个虚拟的环境 然后他 他就可以切到那个画面进来 就可以用到这一个版 他需要的那个版本进来 那这样子如果程式丢给别人使用的时候 会不会也会 好好问题 我给你讲 其实程式丢给别人使用的时候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事实上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很有趣 我之前刚好有分享一个 我在那个 那个什么 深入Python另外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共学 我有分享一个叫Face UI的Practice 他事实上跟我们那个 最后面要讲的那个什么理财 有点有趣 我本来想把它改写 让范利分享给大家看 但是我发现我太忙 时间也不太够 你看我其实有做一个requirement 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 在 看得到画面吗 VS Code 可以 OK 好 我们一样 我一样是在一个虚拟环境里面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就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把 PIP3 你看我可以做一个什么 我可以把我的requirement.txt 我可以弄在这里面 但是我可以等于是 我现在因为这个专案 我去做了一个 打包的动作 做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做这样的方式 我把我的package的list 打包成requirement.txt 然后我到时候我们去下载 甚至你去Github去看 蛮多的专案的部分 他们有的比较贴心的 他们就是会付这个requirement档 那别人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他整包下来之后 我只要PIP install 付R requirement.txt 他就可以照 这个人在专案里面 留下的那个package的list 还原之前安装的东西 那就确保 这个专案一定可以跑 听得懂啊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互动循环 我是觉得 就是变成说 你就可以这样子的分享 然后你要去抓别人的程式 去验证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的方式 整包下来之后 用这样的方式还原 然后一样你去建立一个 虚拟环境 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去debug 到时候你调整的时候 最后的调整 再透过这个requirement 一样再传回来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建立一个虚拟环境 是未来我只能在这个 我建立的 假设我今天建了EVN好了 那我未来都只能在EVN里面启动 还是我可以建好几个虚拟环境 然后我今天 你可以建好几个虚拟环境 每个虚拟环境 就算你同样名称 互不干扰 因为他专案里面会 他在跑的时候 他会选择 你专案里面最近的EMV 去执行 他的模式是这样子 专案里面最近的EMV 你看到我现在开档案总管吗 有 你看我本身你看全攻略那边 我这边有个EMV档 因为我也是近期才开始用 然后你看我这边 其实在Deep Dive Advanced那边 你看我这边也有一个EMV档 就是看我 就是看我VS Code开起来的资料夹 在哪里 你就在那边下面建 然后到时候你的打包 跟你的GitHub的上传 都是同样整个资料夹 就上去 但是你记得你上传的话 你只需要这几个就够了 EMV不需要 你的EMV 你的screen你看 你会装很多东西 你看我的side package有这么多 我去装这个东西 再弄到GitHub上 其实只是浪费我的空间 别人不需要 因为别人在执行的时候 他只需要这个requirement就够了 他自己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去建他的EMV 他的虚拟环境就好了 你是说如果要给别人的话 我就是除了EMV这个值得加 你其他都可以给 有没有 像我这个专案的话 我就可以这几个都给就够了 那EMV不需要 因为别人会去建他的 然后从他自己里面去做就好 那这样子 别人在下载你的东西也最轻 你看就这么这几个东西加起来 甚至还不到100K 我就可以下载下来 可是如果你今天包含这个EMV的话 就很可怕了 你看他档案有多大 你的四十几妹 对啊 如果我有好几个转案 我每个专案都建个EMV 这样子不是也很迟悟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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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甚至你有一些环境 如果很相近的话 其实就像刚刚 我给你看了那 给你看了这一篇 他这篇的那个 装了两个东西里面 一个叫Virtual EMV 叫Virtual EMV Rapper Virtual EMV Rapper 就是他可以针对Virtual EMV 去做 建立删除 复制等管理的工具 你懂我意思吗 万一你有环境 你想要复制的话 你可以透过Virtual EMV的Rapper 他可以帮你把目前的EMV的 你现在在哪边有建立EMV 他会帮你做list出来 然后你可以去看 你哪一个要复制 然后Virtual EMV Rapper的话 这一篇讲的不多 因为他这边主要是讲 你怎么去清理环境 去重建一个 重新执行环境的方式 那你可以用这个 当关键字去Google搜寻 然后这上面有很多人家分享 怎么去使用Virtual EMV Rapper 的详细的说明 那你可以照他那个方式去管理 那你这样子就会 以后你再跑程式就会很方便 再跑一些 那个Python的程式就蛮方便 好啊 那也不再会去受到 外部环境的干扰 因为你外部环境 其实是跟 你的那个 环境变数有关 但是Mac的话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Mac他是怎么放的 所以我也不太能给你什么建议 就是 但是你如果透过这种模式的话 事实上其实他不会去干扰 然后你在VS Code里面去选 你也是选 选他的虚拟环境去使用就好 你就到这边去切换就好 嗯 他可以去做切换 当你其实你当你Active的时候 他自动会侦测的到 然后侦测到之后 他有时候会跳出一个询问视窗 问你说 你要不要切过去 他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切过去 好 或是说他现在目前 你比如说 你跑的那个Python 有点怪怪的 跑不了 那也没关系 你就在那个资料夹下 去建一个EMV 然后建完之后 你就把它切到你那个EMV 也一样可以用 你可以到这边去切换 就是一样去点它 它就可以让你去选择 嗯 OK 我是还蛮推荐这种方式 然后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以后你要去分享给别人 或是别人要分享给你 都会比较完整 也比较方便 了解 然后你的环境也比较会干净一点 嗯 但其实这样的话 等于是我其实一样 要VS Code先装 然后Python 3先装 然后再装这个Virtual Aromant的意思 对吧 其实VS Code我是觉得还蛮强大的 因为你主要可以装的东西真的蛮多 嗯 对啊 那我的话 基本上我是怎么用 我其实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你看 我基本上我会去区分 它本来会有一个预设 我通常会去建一个 会去建不同的设定档 然后我会去切换 然后我在 我这些设定档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 因为我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会装不同套件 避免那些套件互相干扰 你可以多建几个不同的 你可以 可能Shark一个 Python一个 Flutter一个 嗯 或是Java 你有Java Java也可以一个 它其实本身是蛮强的 蛮强大的 嗯 我现在推荐可以用VS Code 嗯 就是有一些隐藏的方式 你们没有用过 我跟他 GitHub里面有藏 也藏一个线上的VS Code 你也可以把它叫出来 然后直接把你专案 上传到那个GitHub的那个档案 直接直接用GitHub的那个VS Code 把它开起来 然后那个装 就直接用那个微软的空间 直接你去装那个Library 直接在上面装 然后直接跑 它事实上的方式也是跟那个一样 以前我 我前一阵子我有试过 还蛮有趣 但是好像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方法 好 好 好 我再试看看 有可能 你会在Windows上转一个 对 没关系 如果你们中间有遇到什么 麻烦或问题的话 可以 可以找我啦 因为我本身 这些系统的部分 我概念算还蛮清楚 可能也许可以 也许可以帮上一些麻 我不敢说很厉害 但是 或许可以帮一些麻 一定比我厉害 要这么讲 我那边找答案 数月有专攻 对啊 好啊 谢谢你 不会不会 我们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 但那个 最后那个网站那边 我可能真的没办法 我还需要先把我环境搞出来 我才有办法继续下去 对 不过你们那个 可以先点它 先call出来 这一篇我是觉得真的还蛮 推荐你们去看 然后照它的模式去 把你自己 电脑的那个环境 整理一下 对啊 好 我已经点了 对 一不然你关掉就不见了 把它贴在那个 把它贴在那个 Discord上面 对 我看一下 我的Discord去哪里 没有 我再贴上去啦 我再把它贴过去 好啊 谢谢 好 那不然今天就这样咯 好啊 谢谢大家 那下 下礼拜的 还要那个吗 还是下礼拜 大家还是 上来聚一聚 闲聊闲聊也不错 也不见了 一定不要分享 觉得OK吗 我们可以前一天问 看看大家 还有没有问题 想要上来一起讨论 或者是 OKOK 聊什么东西 这样 好 好 因为 下一次怎么说 也都是最后一次 不管有或没有 好啊 谢谢大家 好 那就这样咯 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 晚安 拜拜 拜拜